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紧予,一个不开钱的频道 从去年开始,很多人被迫失去了工作 也有很多人转往居家办公 甚至因为居家办公的关系,薪水跟着受到影响 只能咬紧牙关的撑过这个结局的时期 而现在,终于大家渐渐的可以回到职场上 原本想说,大家应该恨不得赶快步入尊轨 赶快回到工作岗位上,把失去的经济拿回来 但没想到却掀起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全新时代 今年初开始,随着美国疫苗施打率逐步扩大 政府逐渐放宽各项防疫限制 到了三四月,一家家餐厅饭店重新开张 也有越来越多公司要求员工结束居家办公,回到公司上班 但这个要求却让大量员工反弹 根据统计,仅仅四月份,全美就有超过435万员工递出了辞城 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 这个离职潮规模之浩大,是20年来美国前所未见 而且这波离职潮还远远没有结束 大辞职潮即将到来 五月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安东黎·克洛茨 在彭博提出大辞职潮一次,瞬间登上了热门话题 这波离职风潮一吹起就难以停止 而且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尽头 微软最近一项调查发现 全球超过40%的员工正在考虑于今年辞职 而且英国也发现,每10个员工当中 就有四位想要在未来的6到12个月换工作 这个比例在18到34岁族群中上升到55% 而且这些离职的人当中 不只是有那些工作和收入较为不稳定的实行人员 也有大量如软体开发工程师和律师等等 人们眼中的金饭碗 在科技工作者中很受欢迎的 立民社交网站Bride最近发现 有49%用户打算在今年找份新工作 尽管他们目前的工作收入高又有发展前景 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放下原本的工作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人们并没有逐渐在复苏的经济环境下拥抱工作 反而选择在高失业率的状态下 离开现有的工作形态 其实这跟最近兴起的YOLO思维有很大的关系 YOLO是You Only Live Once的缩写 他原本是出自于加拿大绕舌歌手德瑞克的The Motto这首歌曲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只有活一世的机会 别忘了自己总有一天会面临死亡 因此鼓励人们即使是冒险 也要尽可能地享受人生 不要到生命的终点才懊悔 YOLO原本只是流传在少部分青少年间的恶搞文化 但是因为疫情的肆虐 彻底打乱了原本的社会结构 The Motto开始被人们传唱 许多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这项课题 人以为社会是很稳定的 就算有时候会遇到地震台风等等天灾 或是地球暖化这些长远的环境问题 但是大部分时候都只是一小段插曲 又或者是离自己太遥远 没有实质的感觉 但是这次的疫情没有人能够说自身事外 尤其去年欧美惨痛的经验 看着每天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人们开始怀疑 继续安分当一颗社会的齿轮 守着一份只求温饱的工作 真的是正确的吗 有一位33岁住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律师 布雷特·威廉斯 他原本是在佛罗里达赫赫有名的 WMB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 尽管在当下他是居家办公 但是每天都在新闻上面 看着那些持续上涨的数字 他就想 我可能随时都会死 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于是布雷特舍弃了知名的事务所合伙人 这个闪亮的招牌 在家里附近的一家小公司上班 他表示 虽然现在的权力地位和收入都少了一大截 但是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这让他重新找回工作热忱 这是他过去多年做着高薪的工作所没有的 有很多人跟布雷特一样 是在居家办公的过程中重新找寻自己的生活方向 尤其是在很多的国家 这种居家办公的模式已经长达一年多了 这段时间的工作模式转换 其实也是造就了这一波离子潮很大的原因之一 长时间的在家工作 让员工发现 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到公司才能办公 而且尽管因为居家办公 让某些人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的界定变得模糊 工作时间比以前增加 但相反的 不用花大把时间在通勤上面 而且工作与家庭的时间可以自由转换 也因为时间变得更自由 就可以尝试一些本来感兴趣 却没时间学的事物 又或是因为居家办公薪水变少 有些人开始在网路上找兼职工作 像是线上家教 或是一些接按外包工作 这些工作的体验 让他们发现全新的世界 有些兼职带给他们的收入 还有可能比政治更多 可以说一年多下来 习惯了居家办公 很多人就再也回不去了 当长官下令把他们征召回公司上班 他们宁愿放弃原本的稳定 去冒险追求梦想 或是去找离家境 或可以居家办公的工作 让他们有更多时间陪在家人身边 可能会有人纳闷 难道这些人就为了一时冲动去冒险 都不顾未来的经济 会不会吃不饱吗 必须说 美国政府也是这一波立之潮的帮凶之一 因为美国政府为了稳住经济 印了一大堆钞票来稳住美国股市 还大撒钱发给国民 让那些人有钱待在家里 就开始炒股 买虚拟货币 这股投资狂热 让许多人口袋赚宝宝 甚至过去一年赚的钱 比以往好几年辛苦工作的收入还多 有了这些钱 他们就有资本可以无后顾之忧 停下工作 朝自己的梦想迈进 或是有时间 可以好好想一下 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 这一波优漏思想 不只是在美国燃烧 它如同病毒一般 在整个欧美快速蔓延 专门服务各种大小企业的 知名网狱代管公司 GoDaddy 最近在澳洲全国范围内 做了一项调查 调查显示 超过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人 认为他们应该去追求 自己热爱的职业 45%的澳洲人表示 他们会考虑持续高薪职位 打算开创自己的事业 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传统职业 或终生替别人打工的概念和吸引力 正在减弱 取而代之的是创业 和追求激情的吸引力 优漏思想热潮的影响 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巨大 2020年累积了大量失业人口 到了2021年 劳工市场本应该是工作岗位 供不应求 但实际上 却是历史空前的人力荒 有多严重呢 就拿美国人力荒 最严重的零售业来说 尽管包括大型连锁商店 如Target和Best Buy在内的公司 已经为了抢人选择提高的薪水 吸引人来应征 但根据人力资源网站的统计 还是有高达94%的零售商 依旧难以填补直缺 而麦当劳和亚马逊 也纷纷拿出了招聘奖金的福利 想填补空缺 但人手不够的情况也没有减少 由于担心员工流失 许多公司企业 正在想尽办法提振员工的时期 让他们能心甘情愿地 继续为公司工作 如Twitter设置了休息日计划 员工们每个月都会有额外的一天假期 可以用来充电 而瑞士信贷集团 则是为了他们的初级银行人员 提供了2万美元的生活津贴 管理培训公司 Raw Signal Group的创始人之一 乔纳森·南丁格尔就表示 在接下来的18到48个月内 员工可说是拥有前所未有的谈判资本 因为大家太缺员工 变成公司要想尽办法 用更多的资源吸引员工进来 现在欧美爆发的黎智潮 虽然势头猛烈 但这股幽楼风潮似乎没有吹到亚洲来 居家办公在亚洲反而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失和 像是在日本 这一年的家暴案件明显上升 只因为过去丈夫在外工作时间长 结果因为居家办公让相处时间变多 导致夫妻间亲子间代沟的问题爆发出来 很多日本的中老年工作者反而希望回到公司 因为在家里反而更加烦躁 虽说欧亚反应不同 但是从这玻璃之潮就可以看到 疫情造成的后续效应正开始逐渐爆发出来 不知道在未来 我们将面对的会是什么样的后疫情时代 好了 这集的穷射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